年后开工上班 基隆市政府在四楼礼堂举行新春团拜 市长谢国良协同副市长邱佩玲 向市府同仁互道恭喜 副议长杨秀玉与多位市议员等贵宾 也到场参与新春团拜活动 大家彼此互道新年祝福 恭喜恭喜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春团拜后市长谢国良与副市长邱佩玲 也在门口两侧一一发送新春红包给市府同仁 现场充满喜气洋洋的过年气氛 这是市长谢国良上任后的第一个新春团拜 除了祝福市府同仁新年快乐 他也期许将带领市府团队 以同理心来打造一个温暖有爱的基隆 首先先感谢锦销同仁在过年期间非常的忙碌 那也在继续执行他们的工作 另外我也期免跟我的市府同仁 未来在新的一年要做有感的施政 要让大家觉得基隆市是温暖友善的一个环境跟地方 那我刚刚有提到的几个重要的政策 包括行人友善干净家园 这些都是基隆市应该基本上就要必备的一个城市环境 另外我们也努力的积极在推动招商跟引进更多的产业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重点的工作之一 那我们都会积极的进行 那我勉励同仁大家都积极的认识 然后跟我们一起讨论 共同形成决策 然后来执行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们政府想为大家积极做事 这样子的一个心境 另外各局处的业务 也感谢大家在工作岗位上面 继续的努力来推动 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跟国梁一起来讨论协商的 我的办公室随时为大家而开 一起跟大家来共商解决 谢国梁市长也祝福所有的市民朋友新年快乐 他将带领市府团队好好为基隆来打拼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